新闻发言人9号称 正研究进一步采取 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早期收获农鱼 机械 汽车零配件 纺织等产品 关税减让等措施 消息已出引发岛内各方关注 而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 却依旧采用栽赃甩锅的伎俩 妄图逃避责任 如何理性看待大陆规范 ECFA机制的苦心 民进党当局一再栽赃甩锅 真的能解业者的忧心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刘匡宇 赖月谦 为您深入分析 台防务部门9号下午连续发布防空警报 应一版本将大陆发射卫星 误称为导弹引发岛内恐慌 台湾过去从未就大陆发射卫星 发布警报 究竟是乌龙还是有意为之 警报响起时 蔡英文面带笑容说不要害怕 赖清德大言不惭说民众有知情权 绿营政治人物如此反应的背后 透露怎样的讯息 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赖月谦带来全面解读 近期第四次到访中东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似乎仍然现在无路可走的困局 布林肯推销加沙战后计划 以色列却有自己的想法 更被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 喊话对哈马斯要用大棒 为何美国对以色列的 所谓施压频频失效 时事评论员田飞龙 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两人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粮酒剧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诗语员 首先来关注 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 9号在北京举行 研讨会开幕式上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表演讲指出 2023年是国际关系 发生重大深渊演变 中国是现代化扎实推进的一年 也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 收获之年 研讨会上 王毅重点回顾了 2023年中国外交六大亮点 元首外交精彩分成 铸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丰碑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 为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注入新动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金砖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原 凝聚了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新力量 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 打造区域牧林友好合作新平台 促成沙特和伊朗历史性和解 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新典范 纵观2023年 习近平主席亲自不化 亲力亲为 主持两大主场外交 出席三场多边峰会 开展四次重要访问 举行了百余场 会见会谈通话 以大党大国领袖的精怀气度 同各方共化友好合作 共商天下大计 王毅还表示 过去一年来 面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外交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时代进步的一边 做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决断 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坚定的选择合作 在团结与分裂之间坚定的选择团结 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坚定的选择开放 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坚定的选择和平 在多边与单边之间坚定的选择多边 在正义与强权之间坚定的选择正义 谈及中美关系 王毅表示 两国如何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 中美关系年初遭遇严重困难 中方表明严正立场 要求美方改变对话错误认知 回归理性务实对话政策 经过艰苦努力 双方重构沟通与对话 双面关系实现止跌气吻 同一天 中国驻美大使谢丰 应邀在卡特中心 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 发表视频演讲时说 分歧差异 不应成为阻隔中美交流合作的 拦路虎 Som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talk about competition Indeed, competition is commonplace in the modern world But it should be fair competition that advise by rules and a healthy race to the top not a zero-sum game still less a pretext for depriving others of their legitimate develop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should be lik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for excellence in a racing field not beating one another in a wrestling ring If we do need to compete then let's compete to do a better job in running our country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谢丰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No one cherishes more than the Chinese side an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ut separatism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s as incompatible with peace of the Strait as fire with water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ndependence separatists who betrayed their motherland and refuse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mply ha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The U.S. side should abide b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e three Sino-U.S. joint communiquers with concrete actions Earnestly deliver on the statements by American leade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has no intention to use Taiwan as a tool to contain China and work with China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e overall China-U.S. relations 1月8號至9號第17次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中方強調在臺灣問題上絕不會絲毫妥協退讓 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切實將有關承諾落到實處 停止武裝臺灣反對臺灣獨立 中方敦促美方減少在南海的軍事部署和挑釁行動 停止對個別國家侵權挑釁提供支持 美方應充分認清海空安全問題根源 嚴格約束一線部隊停止渲染炒作 相關話題 我們來請教在北京彥波市的時事評論員 田飛龍先生 田先生 在2023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上 我們注意到 王毅部長回顧了2023年中國外交的六大亮點 並指出中國外交做出了六個堅定選擇 那麼這六大亮點與六個堅定選擇之間的關係 您有怎樣的解讀呢 那麼王毅外長講的中國外交的六大亮點 六個選擇呢 那麼其實這個貫穿的根本線索就是和平發展 那麼這是中國大國外交的核心價值觀 也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 那麼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直去探索 並且加以實現的基本的這個目標 那麼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裡面呢 那麼是疫情之後 那麼全球經濟面臨重啟 產業鏈供應鏈呢 然後面臨修復和增強 同時呢 這個世界還在大變局當中呢 面臨著那麼俄乌衝突繼續加劇 那麼巴以衝突升級 那麼台海矛盾呢 那麼也在波軌雲爵的在演化當中 那麼南海啊等等這些問題呢 那麼重新資深 那麼面對這樣一些大變局呢 那麼中國的大國外交呢 在幾個基本的這個方面呢 那麼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就 使得人類呢在21世紀這個和平跟發展 面臨越來越多風險挑戰的情況下呢 從中國是現代化 從中國的全球治理和發展行動 從一帶一路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堅定的步伐當中呢 重新找回自信 找回希望 世界各國也紛紛把這個眼光 投向中國的發展 那麼尋找中國發展的秘密 尋找與中國發展基於對接的這個 接口和機會 那麼尋找那麼這個探尋 共同的和平發展的新路徑 那這樣一些亮點 以及中國在這些亮點背後 堅定的這個價值觀的這個選擇呢 那麼我認為是全球化 那麼這個重新出發的契機 那麼也是人類和平發展 應當錨定的這個基本的這個路徑 當然了這個這些亮點 這些選擇呢 必然在大變局深刻演化的情況下 面臨這個越來越多的 來自美西方體系的這個挑戰 因為呢這些亮點跟選擇 所要塑造的是一個人類文明性形態 是一種和平發展的這個新秩序 那麼他所要這個面對的 必然是一個霸權的 落後的 那麼甚至有一定這個反動性的 保守的那個舊的體系 那麼新舊體系之間 如何變奏變軌 如何這個過渡 那麼也是在深刻挑戰著 中國與世界的這樣一個互動智慧 在9號的時候 謝峰大使是在卡特中心 紀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討會上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 他說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對於那些數點旺祖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獨分子 中國政府沒有妥協的餘地 那麼您認為 謝峰大使的相關表態會給美方怎樣的提示呢 台灣問題是這個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問題 因為呢目前台灣面臨這個地區領導人選舉 美國對台灣選舉的這個介入干預 是這個力度非常大的 那麼這樣一場選舉呢 也事關到這個小兩岸 就這個台海兩岸 以及大兩岸中美之間的這個和平穩定關係能否延續 那麼也事關到 那麼中國這個主權安全的這個核心利益 底線利益能否得到這個維護 那麼這方面呢 中國是堅決不會這個退讓的 同時對於台獨分子 對於這個未來 那麼這個來自台獨分裂勢力的 各方面的這個挑戰挑釁 也會堅決的從這個國際到國內 從法治到政治 那麼從這個經濟各方面呢 進行這個反制 進行制裁 那麼任何這個危害中國國家統一 以及主權安全利益的 這個包括台獨分子 以及外部干預勢力 一定會受到中國全方位的這個反制 受到這個法律上堅定的這個懲治 那麼這個信號充分的這個明確了 那下面就是對方的理解 以及這個互動的這個展開了 謝謝您的解讀 本節目由真材實料好麵包的 豪氏麵包贊助播出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注新聞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9號稱 正研究進一步採取 中止海峡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早期收穫農於 機械 汽車零配件 紡織等產品 關稅減讓等措施 消息一出 引發到內各方關注 而民進黨當局相關部門 卻依舊採用栽贓甩鍋的伎倆 妄圖逃避責任 賴清德10號妄言稱 大陸此舉是以傷逼政 來影響台灣選舉 台行政機構經貿談判辦公室 則聲稱 大陸應立即停止 借所謂經濟脅迫 企圖對台介入選舉 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而台陸委會也稱 有關兩岸貨品貿易爭議問題 願在既有架構下與大陸協商 但大陸的目標是介入選舉 試圖影響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 而台經濟部門則表示 2023年 台灣地區在早收列表項目中 出口到大陸的金額 已降低到約150億美金 跟ECFA生效之前相近 紡織業 機械業 汽車零組件業等市場 已經開始轉移到歐美 印度 越南等市場 台經濟部門聲稱影響不大 然而台灣地區的相關產業界 態度卻完全不同 台機械工會表示 已與大陸機械工業聯合會進行溝通 希望大陸方面不要取消ECFA機械業 關税優惠項目 9號 台石化工會也表示 兩岸石化產業長久在良好的發展基礎下 共存共融 呼籲民進黨當局 正視大陸相關措施的衝擊 認真看待兩岸正常經貿往來 在可協商的基礎上 積極處理與解決兩岸貿易問題 讓兩岸石化業 可以本於互利發展的目標 共創新游 接下來我們要來請教到的是 兩岸時事評論員 首先要請教在北京引波市的 時事評論員劉匡宇先生 劉先生您好 其實我們有注意到 近期您是發表了一篇文章 理性看待大陸規範ECFA機制的苦行 也想請您在節目中 為我們簡單地闡述一下 那麼首先我覺得圍繞這樣一個議題 第一個方面 我們需要去更多了解的是 關於ECFA 這樣一個它背後的 一個現狀和一個責任的問題 也就是說ECFA兩岸之間的 這樣一個相關的一些合作 那麼它是基於什麼樣的 一個現狀而產生 那麼誰又是破壞了 這樣一個現狀的 一個主要的責任人呢 那麼我們知道 兩岸之間的包括ECFA在內的 各項制度化的經貿合作 它是以一個中國 以九二共識原則 這樣一個基礎來去形成的 這樣一個制度化合作的一個體系 對於兩岸之間的經貿的一個高水平的發展 特別是對於島內的很多產業和民眾 都是帶來了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實惠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民進的當局 從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前 一直到現在 最近這個賴清德還是在去講 所謂的台灣可以不要ECFA 那麼實際上它一直對於 包括ECFA在內的兩岸經貿 是抱有這樣一個敵意的對抗的態度 和蓄意破壞的這樣一個具體的做法 那麼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兩岸之間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 經貿失衡緊張 並且可以說不健康不持續的 不可持續的這樣一種現狀 那麼所以說民進的當局的這樣一種責任 我覺得它是難以推卸掉的 那麼第二個方面 就是大陸出手去規範兩岸之間 經貿秩序的這樣一種 我們看到相關的一個影響和大陸的善意 那麼我們應當看到的是 民進黨當局現在是不斷地試圖去攪混輿論 去用一些紙上談兵的這種數學計算 來去試圖去論證 所謂的沒有ECFA 台灣的經貿也可以很好 那麼實際上除了我們看到 直接的經貿的帳面數據上的一些衝擊之外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 那麼如果說台灣方面持續地去破壞兩岸之間 包括ECFA在內的經貿合作的 這樣一個基礎和動能 那麼對於台灣自身的這樣一個出口的競爭力 包括他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 這樣一種空間一個路徑 以及解決台灣自己的這樣一個就業的困境 乃至於包括台灣現在經濟出口 高度依賴電子通信產業等等 這樣一個畸形的所謂的荷蘭病 都會讓他這些諸多經濟的一種困境 從急在湊裡走向這種病入膏肓 那麼會加劇台灣自身的一個結構性的經濟的困境 那麼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現在大陸方面出手去進行這樣一個秩序的規範 它實際上是一種良意和善意 是希望兩岸之間的經貿秩序能夠重回 共贏互利的這樣一種正軌 所以說我們也是建議島內在這個問題上 採取更多的這樣一種放棄掉 這樣一種所謂的對抗的零和的思維 而是用這樣一個互利共贏的一個方式 來去理解兩岸經貿去看待和正式去推動 去壯大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 的確 民進黨一眾人嚷嚷著 台灣可以不要ECFA 而根據台當局財政主管部門 在9號公佈的最新數據 2023年全年台灣出口衰退了469.4億美元 高度依賴大陸的台灣不要ECFA 那麼民進黨當局能不能說出口 他們要的是什麼呢 謝謝劉礦宇先生 我們再來請教台灣時事評論員 賴岳謙先生 對於大陸擬進一步終止ECFA關稅減讓 我們看到民進黨當局借機烏稱 是所謂經濟脅迫操弄大選 那您覺得這樣的回應 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呢 對 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民進黨的回應沒有效果 不會產生任何作用 原因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當初簽ECFA 是要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 那ECFA是一個暫時的一個條例 它是一個框架 最終要把服務貿易協議 跟貨物貿易協議都要把它補足了 這兩項補足了 就完全遵守了WTO的規則 它有期限的十年為期 十年一到以後 任何一方都可以片面的終止 如果沒有完成我剛講的那兩項的話 那由於在馬英九的任內要推動服務貿易協定 被蔡英文強力的動員學生非理性的處置了 蔡英文上來了以後 當ECFA的時間滿了 中國大陸要求民進黨必須要在WTO的框架下 不能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有歧視性的行為 更重要就是在ECFA的框架下 也不能夠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有歧視性的行為 這個事件很早就已經公布了 而且裡面有很多中國大陸的廠商 他們要求應該要平等對待 所以提出反ECFA跟反WTO的這些調查 調查經過屬實 台灣民進黨當局有違反這個規定 但是限令他時間他頑固的不改變 頑固的不改變 藐視了ECFA本身的他的公正性 公平性跟平等對待性 當然中國大陸就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這些行動都是合理自然 而且在國際間也都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因此當民進黨當局眼看的 他的這個不理會中國大陸的嚴正的表達意見 他開始遭受到這些衝擊 而這些衝擊讓台灣的紡織 實話傳統的機械產業 對於民進黨政府嚴重的不滿 看起來民進黨政府想要 搞仇中反中的舊把戲 事實上在這一次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他在台灣的社會的輿論中 沒有起任何作用 這代表什麼 理虧就站不住腳 民進黨政府長期以來走歪路走邪路 但是他就是不肯走 康莊的大道 我們覺得 血液勒馬看起來 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們是不見棺材 是不會掉淚的 確實 不承認九二共十 又蔑視ECFA 還想要吃進其中的紅利 哪有這樣吃霸王餐的道理 不過呢 真的要掉眼淚啊 民進黨恐怕也只有 鱷魚的眼淚 畢竟他們最不擅長的就是反省 謝謝賴岳謙先生 我們休息一下 海峽新幹線 稍後繼續 大家好 我是王振華 您信賴的好物推薦官 老年人總便秘 拉不出拉不進 憋得難受 口腔意味大 胃脹不消化 一定要及時用上這款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九十九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仅需二十九元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九十九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仅需二十九元 拒絕虚假宣傳 讓您不花冤枉錢 選用库拉索新鮮蘆薈 植物萃取鮮活提醇 天然潤肠更放心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 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库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 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本档我們只備貨200組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團頻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 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库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 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库拉索蘆薈 內含有蘆薈肝 可在體內水解為 蘆薈大黃素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九十九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仅需二十九元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電話 原價九十九元一盒的 蘆薈潤塑膠囊 今日團頻價仅需二十九元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九十九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仅需二十九元 本档我們只備貨200組 電話正忙 库存急剧下降 授慶之後恢復原價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電話搶購 跟著我一起團 和容浩 富人厚奇 普爾查記憶 熱烈建築燕之屋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港交所成功上市 燕之屋連續七年燕窩秋手規模 全國領先 吃燕窩 我只選燕之屋 燕之屋 太行 小心 細菌無處不在 還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益均保護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更有新裝沐浴露 十二小時深入保護 舒服家 健康專家護全家 莉莉莉莉莉的薯片 卡滋卡滋萃 土豆土豆是助力 給你給你一陣枯胃 好吃到飛起 飛飛飛在波浪地 享受休閒莉莉薯片 混洗衣服 混污染衣服 新太子選校360洗一夜 創新威力淨科技 深度清除混洗污渍 新太子已經到頂 混洗不污染 愛我藍色海洋 保護海洋 你我同行 腿腳發軟 腰杆無力 關節不適 這人老了呀 為什麼井架腰腿 老出問題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便疏鬆了 試試幼任吉 國家發明專利 專為中老年研發 幼任吉排 三七安堂骨碎補膠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補 還有安堂 瘤酸軟骨素 魚膠原蛋白 鈣 吃一樣 含七樣 不是簡單 補鈣補鞍糖 三七 葛根 骨碎補 先作用於骨骼循環 再把鈣 鞍糖等營養補進去 骨質便秘了 骨骼更有勁 可以試試嗎 井肩腰腿有問題 可以先體驗 只需九塊九 整整六十粒 包油到家 不滿意 能退貨 抗疏鬆 抗疏鬆 搶骨骼 就用幽刃疾 專為中老年研發 老虎老 以及人之老 弘揚 敬老 愛老 新風上 媽 腿腳沒勁 是不是骨骼變疏鬆了 骨骼變疏鬆 試試幽刃疾 國家發明專利 專為中老年研發 幽刃疾牌 三七鞍糖 骨碎補膠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補 還有鞍糖 硫酸軟骨素 魚膠原蛋白 鈣 吃一樣 含七樣 不是簡單 補鈣補鞍糖 我們的骨骼 通過密密麻麻的血管 來獲得營養 老年人容易循環不畅 三七 葛根 骨碎補 先作用於骨骼循環 再把鈣 鞍糖等營養補進去 骨質便密了 骨骼更有勁 幽刃疾 推出九塊九體驗活動 頸肩腰腿有問題 可以先體驗 只需九塊九 整整六十里 包油到家 不滿意 能退貨 抗疏鬆 搶骨骼 就用幽刃疾 專為中老年研發 尊老為德 敬老為善 媽 你腿腳不好 多補點 和您的兒女一樣 我們希望您腿腳有力 腰杆挺拔 頸肩靈活 所以幽刃疾 一直堅持九塊九體驗活動 幽刃疾排三漆鞍糖骨碎補膠囊 有三漆 葛根 骨碎補 還有鞍糖 硫酸軟骨素 魚膠原蛋白 鈣 吃一樣 含七樣 國家發明專利 專為中老年研發 育之靈藥液 您記住了 幽刃疾9塊9 可以先體驗 9塊9 能吃幾天呀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 包油到家 還不滿意 不滿意能退嗎 可以 不滿意能退貨 你們做兒女的 一定要幫父母把好關 骨骼長保養 一定要堅持 抗疏鬆 搶骨骼 就用幽刃疾 專為中老年研發 育之靈藥液 歡迎回到東南衛視 海峽新幹線 本節目由金門酒廠 金門高糧酒聚明播出 再來關注 9號下午 大陸成功發射 愛因斯坦探偵衛星 不過該事件在台灣島內 卻被民進黨當局拿來炒作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防務部門當天 針對這件事 突然連續四次發布警報 而且吊詭的是 警報的英文 還把衛星翻譯成了導彈 台網友不停諷刺 侯友宜直言 上次大陸導彈飛越台灣 都沒發布警報 如今此舉 是不是民進黨當局 利用行政機器 來介入選舉呢 台灣市部門正在舉行記者會 沒想到進行到一半 現場警報聲大響 台灣市部門主管 吳釗燮左顧右盼 最後接過手機 讀出訊息 卻沒想到鬧了個天大的笑話 這條被吳釗燮誤讀的訊息 其實是台防務部門 9號下午3點14分 突然連續發布的警報 內容提到大陸發射的衛星 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請民眾注意安全 若發現不明物體 通報警銷人員處理 但英文的版本 卻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陳建仁當場被問到 牙口無言 不過蔡英文在警報響起時 卻是笑容滿面 對於警報事件 蔡英文聲稱 所謂民主社會就是要公開透明 民進黨2024候選人賴清德 但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 口譯割照遺詳也指出 警報上的英文不只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甚至還把防空警報說成是空襲警報 他說選舉期間有300多位外媒記者 在台灣地區 一下飛機看到空襲導彈 可能都嚇死了 台防務部門真的要找個英文好的翻譯 來看英文稿件 簡訊的英文用語 因為疏忽沒有同步更新原系統用字 精準的表達發射物是衛星 而不是飛彈 向社會大眾致歉 台防務部門事後 雖然就警報翻譯錯誤道歉 但有不少島內網友看不下去 認為台防務部門此舉 是配合民進黨在製造恐慌 並質問當局 指道歉誰負責 由於台防務部門發布警報時 正好有台媒在錄製政論節目 被打斷發言的嘉賓 一度還以為是地震來了 他現在地震是不是 對耶 中國發射衛星飛越南部上空 中國3點14分發射衛星 飛越南部上空 這以前有過嗎 這以前中國大陸沒有發射過衛星嗎 警報都變成一個選戰工具 這太扯了吧 在現場的台灣媒體人黃陽明指出 2023年大陸至少三次發射衛星 經過台灣上空 最近一次還是十天前 當時都沒有發布全台籍警報 選前發布的用意不言而喻 因為選舉到了嗎 因為選前十天 要用這個方式來影響選舉嗎 台防務部門發布的烏龍警報 招致島內一片罵聲 藍營質疑民進黨此舉用心險惡 發布假訊息 讓人民內心恐懼 結果後來是烏龍一場 又是炸彈 炸會的炸 發布這樣的訊息 嚇台灣的選民 有些選舉只剩下三四天了 是我們自己民進黨界選 有這樣的嚴重的嫌疑 動機可異 選在這個時間點 外界認為是不是在企圖影響選情 以及最後選舉的結果 而且製造並不必要的恐慌 陳水扁民進黨執政 有兩顆子彈的選舉奧布 現在二十年過了 蔡英文任內又來了 狼又來了 來了一顆飛彈的 其選舉奧布 針對蔡英文讓島內民眾 不要害怕的言論 台灣民眾黨2024候選人 柯文哲表示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他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就是說 真的飛彈打來 大家當場要躲 要往哪個地方躲 大家曉得嗎 政府做什麼事情 老百姓在想說 這是不是在操作什麼選舉策略 香港中平社10號發表評論認為 台灣地區2024選戰已進入倒數 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震盪 雖然有部分輿論認為 全台警報此時的發布恐有力 犯率催票 然而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是國民黨2024候選人侯友宜 強打的關鍵字 過分炒作戰爭風險 可能會加深選民 對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的疑慮 民進黨當局又演了一場 讓台灣民眾笑不出來的把戲 衛星變成了導彈 應該說民進黨當局的公職人員 是壞還是蠢呢 過去大陸發射衛星的時候 沒有警報 距離投票日剩下四天的時候 警報響個不停了 那究竟是這個當局有過能改 還是包藏獲心 事情發酵一整天 深夜才姗姗來遲的更正說明 是拖延症發作還是想要瞞天過海 警報響起了 蔡英文卻笑了 發生什麼事情我會跟大家在一起 看來她是滿心歡喜 盼著台灣有事 民進黨施政最可笑的地方就是啊 他們口無遮攔的大放厥詞 公權力被他們當成了競選的大喇叭 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知禮義廉恥 他們想盡方法讓台灣民眾 飽受痛苦與折磨 他們極盡所能讓台灣社會看不到未來 但是呢他們還是有勇氣告訴民眾 他們愛台灣 他們守護台灣 大陸的一顆衛星不會怎麼樣 更與台灣毫無干涉 可是為什麼警報響個不停呢 那是民進黨一票人啊 心裡的警報 不 應該說啊 是他們躁動不安的衝鋒號 因為他們才是那顆毀滅台灣的導彈 就此我們也來聽聽兩位台灣時事評論員的觀點 那首先呢要請教林明正先生啊 此前呢台灣是從未就大陸發射衛星來發布警報的 可是為什麼現在在臨近選前要這樣連發警報 台防務部門是在配合民進黨製造恐慌嗎 那一開始聽到警報聲呢大家都會緊張 以為說有地震來了 尤其是前陣子啊 日本才發生了這個七點多級的這個強震 所以大家當然都會先有這個心頭一驚喔 可是呢等到看到這個這個警報簡訊內容的時候 有的人呢要嘛破口大罵 要嘛哈哈大笑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全世界啊 每天有多少顆衛星在我們頭頂上繞來繞去 那請問這個台灣的相關單位 是不是每天啊有這個衛星啊通過這個台灣上空 那這個警報就要想一次呢 那不是每天搭手就叮叮叮叮叮 想半天想不完嗎 因為呢這個衛星啊全世界沒有人會把它當作 是一個需要擔心的東西嘛 那結果呢你把它小題大做 當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嘛 那大多數人呢當然覺得哈哈大笑 甚至呢這個有很多人開玩笑說 莫名其妙天外忽然飛來一個芒果乾 還逼我吃下去 所以很多人在這幾天要用AI做圖 做了一顆芒果飛越這個台灣上空 那嘲諷這個懷疑啊甚至有人說就說 這是這個算不算機器啊介入選舉啊 的這個一個方式喔 那我想呢民進黨他操作這個東西呢 絕對不會是無地放始 他當然是有目的的 那會不會是為後續接下來這個選戰呢 剩沒幾天呢到投票呢頂多剩個三天左右 三天多左右的時間喔 所以他會不會在鋪墊什麼奧布喔 我覺得可能有待觀察 他最重要目的呢就是召喚綠營的歸隊 就是藍營的人可能覺得芒果乾哈哈大笑沒什麼用 可是有一些綠營這種很基本教育派 或是綠營鐵粉的人喔 就會認為說這確實是個危機 然後呢可能因為這樣而擔心什麼綠營可能落選 所以最後呢會集中選票 甚至本來呢可能支持柯文哲的拉過來呢 支持這個賴清德 那如果能夠移動個2到3百分比的這個選票 那就很有可能對這個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所以呢也不要認為這個簡訊呢警報完全沒有用 他可能還在潛移默化在慢慢發酵之中 民進黨向來在選舉奧布上是苦心鑽研 真的是啊每次選舉都不落下 台灣民眾也要擦亮眼睛 謝謝林明正先生 那我們再來請教賴岳謙先生 我們看到台防務部門發警報製造民眾恐慌 而蔡英文在9號警報響起的時候 他是笑容滿面的 聲稱所謂民主社會就是要公開透明 而賴清德也大言不殘地說 讓民眾知道才不會有任何誤解 那作為台灣民眾啊 您怎麼來看待綠營政治人物的反應呢 我們高度懷疑這是演了一場猴戚 換言之也就是說相關的當事人 很有可能都知道或者是設計這一場猴戚 因為大陸要發射人造衛星 這個是很早以前就公布的 而且在維基百科的2024年 國際重大的人造衛星發射的這一些過程中 都已經有解漏了 所以四人都知 那民進黨政府可能掌握到這個訊息 所以就想在台灣的選前演了這麼一場猴戚 大家都知道這是政治操作 而且高度懷疑賴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 早就知道他們在玩這場把戲 為什麼呢 因為對蔡英文來說 沒有讀稿機 沒有別人寫的稿子 她根本講不出流利的話來 而她那一天卻講出流利的話 我們到目前為止一直要求 蔡英文把她的講稿公布給大家看 到目前她不肯公布給大家看 我們就合理的懷疑 他們都在演了這麼一場猴戚 演了這場猴戚 本來想用一顆衛星來製造 複製幾年前陳水扁的兩顆子彈 造成台灣的這種芒果乾的 這樣的一種壓力 但是適得其反 因為台灣的媒體社會 甚至廣大的年輕人憤怒憤慨 批評台灣的防衛部門 批評蔡英文當局 批評民進黨當局的選舉炒作 簡直是可惡自己 所以他們這一次搬的石頭 扎了自己的腳 謝謝賴岳謙先生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大家好 我是王振華 您信賴的好物推薦官 老年人總便秘 拉不出拉不進 憋得難受 口腔意味大 胃脹不消化 一定要及時用上這款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仅需29元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仅需29元 拒絕虛假宣傳 讓您不花冤枉錢 選用庫拉索新鮮蘆薈 植物萃取鮮活提醇 天然潤肠更放心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 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庫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 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本當我們只備貨200組 趕快撥打 屏幕上的團頻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 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庫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 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庫拉索蘆薈 內含有蘆薈肝 可在體內水解為 蘆薈大黃素 純天然的蘆薈 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 僅需29元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電話 原價99元一盒的 蘆薈潤塑膠囊 今日團頻價 僅需29元 純天然的蘆薈 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 僅需29元 本當我們只備貨200組 電話正忙 庫存急劇下降 授慶之後 恢復原價 趕快撥打 屏幕上的電話搶購 跟著我 一起團 千山靜秀 萬賀蒸柳 草木聰龍 鳥獸靈動 共建萬物和諧的 美麗家圓 傳承尊老愛老的傳統美德 祝老為樂 愛老為美 您正在收看的是東南衛視 教育一個孩子 影響一個家庭 帶動整個社會 重視中小學校安全教育 讓安全助力成長 有安全才有未來 米粒雖小 君陌生 勤健節約 劉美銘 愛我藍色海洋 保護海洋環境 我叫張大鵬 參加工作30多年了 現在擔任 醫治林藥業的廠長 兼職部書記 老年人呢 有問題了不說 怕麻煩人 比如說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 還容易引起別的 裕之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發出了 專門用於通便的產品 便通 05年 還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 在一千多種水果蔬菜裡選 找有通便功能的 還得溫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別感動 也很欣慰 便通牌天天膠囊 專門針對便秘人群 現開展9塊9體驗活動 打個電話 只要9塊9 體驗12天便通 通便專用 就是便通 老胡老以及人之老 弘揚敬老愛老 新風上 我參加工作的三十多年 記住兩個字 嚴謹 繼續把它做下去 用數據來說 便通 專門針對便秘人群 採用無種果蔬 能幫助腸蠕動 能潤滑腸道 還能保養腸道 這是一個 蠕動 潤滑 保養 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專門幫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適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便通膠囊 腸道蠕動起來 潤滑起來 再保養起來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後還可以逐漸減量 便通牌天天膠囊 現開展九塊九體驗活動 打個電話 只要九塊九 體驗十二天便通 通便專用就是便通 尊老為德 敬老為善 大便乾 排便費力 別挺了 有便通的 您記住了 晚上睡覺前 吃一次就行了 我有信心 便通牌天天教導 原料全部來自果蔬 祖方是國家專利 專門針對便利人群 育之林藥業的趙厂長 經常說 產品得讓自己的父母 都能放心用 為了讓老年人放心 更踏實 只要打來電話 就可以只花九塊九 來體驗便通 包括油費 十二天的量 只要九塊九 九塊九 趙厂長 卻把夠吃十二天的便通 寄給他心中掛念的老年人 這是他對便通的信心 更是育之林 對用户的愛心 通便專用就是便通 歡迎回到東南衛生海峽新幹線 本節目由不用蝦粉用蝦肉的 潘潘領先印尼鮮蝦肉片贊助播出 繼續來關注 民進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 賴清德和其副手搭檔蕭美琴 9號召開選前國際記者會 海外媒體幾乎鎖定兩岸外事議題 進行發問 尤其賴肖佩若當選 如何維持台海關係 成為關注的焦點 對此賴清德老調重談 所謂四大和平支柱 聲稱將建立台灣所謂的 防務威懾力 並延續蔡英文路線 賴清德還表示 願在所謂對等尊嚴前提下 與大陸達成合作項目 侯友宜批評說 這是政治操作 根本是在騙選票 此外 台灣輿論分析 賴清德試圖借此次的 國際記者會 減緩甚囂塵上的依賴論 對此 台灣中國時報發表社論痛批 賴消當選才是台灣安全危機 賴清德的國際記者會 對於緩解依賴論並無加分 當賴清德表明 要所謂繼承導致 台海兵凶戰危的 蔡英文路線時 他的當選不可能帶來和平 台灣聯合報也發表社論指出 重申蔡英文路線 也凸顯賴清德兩岸論述 變來變去 在美國眼中 賴清德 恐已淪為不定時炸彈 難保不被貼上 第二個沉水扁的標籤 就此我們要再來請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劉匡宇先生 賴清德與蕭美琴 在9號召開選情國際記者會 重申所謂四大和平之助 其實看得出來 他們是很重視這樣的對外說明動作的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如此的重視呢 賴清德和蕭美琴在這個時候 去大張旗鼓煞有介事的 可以說來去辦這樣一個 所謂的國際記者會 那麼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去針對於近期可以說 在美國的輿論裡邊 可以說是愈來愈演愈烈的 這樣一種對於賴清德的懷疑 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依賴論 那麼我們看到近期的 美國的政學界人士不斷地 包括利用像一個智庫的研討 包括新聞發布會 包括寫文章來去或者說講學 等等多種方式來去表達 對於賴清德台獨立場的 這樣一個不放心不信任 那麼可以說儘管 美國政學界裡邊對於賴清德 他未來去領導民進黨 會去具體走怎麼樣的一條道路 那麼現在還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是對於賴清德毫無疑問 他會有可能去改變 現在民進黨的既有的一個政策 會與至少蔡英文有所不同 並且他會很難去放棄自己的 這樣一個所謂的台獨的一個目標 那麼由此可能會帶來在台海的冒險 以及對於美國在台海利益的 這樣一個損害 那麼毫無疑問在這點 我們看到華盛頓似乎是有一個 比較大的共識 而且隨著選舉投票日的臨際 那麼這樣一種擔憂也變得 越來越明顯 那麼第二個方面就是 從美方的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說賴清德他在此次選舉中 不能勝選 還則罷了 那麼倘若他真的有可能勝選的話 那麼美方認為 他很有可能會面臨著一個 一個所謂的嘲笑野大的這樣一種格局 那麼也就意味著 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的 台灣的政黨政治的結構之下 以及賴清德本人所面臨的 民進黨黨內的激烈的 現在越來越刀刀見骨的 派系之間的一個輕壓之下 那麼很有可能會讓賴清德 進一步地去報警獨派 那麼在他的這樣一個政治的一個 盛壓之中去最後去向這個台獨方面 去加速衝刺 來去緩解他的矛盾和尷尬 您說的沒錯啊 賴清德這個務實態度工作者 既沒有膽子務實 也不值得被信任 觀念堂皇的口號喊得再響 也改變不了空洞肮脏的本質 謝謝您的解讀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即時用上這款純天然的蘆薈 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僅需29元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品價僅需29元 拒絕虛假宣傳 讓您不花冤枉錢 選用庫拉索新鮮蘆薈 植物萃取鮮活提醇 天然潤腸更放心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庫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本當我們只備貨200組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團頻電話 跟著我一起團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更要養護肠胃 蘆薈潤塑膠囊 甄選庫拉索鮮活蘆薈 綠色植物提取配方溫和 通便不傷身 庫拉索蘆薈 內含有蘆薈肝 可在體內水解為 蘆薈大黃素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仅需29元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電話 原價99元一盒的 蘆薈潤塑膠囊 今日團頻價仅需29元 純天然的蘆薈潤塑膠囊 原價99元一盒 今日團頻價仅需29元 本當我們只備貨200組 電話正忙 庫存急劇下降 授慶之後恢復原價 趕快撥打屏幕上的電話搶購 跟著我一起團 何榮浩 富人好奇 普爾查記憶 歡迎回到東南衛視海峽新幹線 東南衛視台海資訊節目 在今日頭條和微信都開設了官方帳號 您可以掃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 在今日頭條開設的官方帳號 掃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 微信公眾號 吃燕窩就選燕之屋 本節目由26年專注高品質燕窩的燕之屋贊助播出 我們再來關注 近期第四次到訪中東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似乎仍然現在無路可走的困局 此次中東行 布林肯推銷加沙戰後計劃 以色列卻有自己的想法 內塔尼亞湖仍反對用兩國方案解決巴以衝突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更是喊話布林肯 現在不是對哈馬斯輕聲細語的時候 要用大棒 布林肯此次中東行更是被批為暴星滅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地時間8號 抵達以色列 9號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外長卡茨 國防部長加蘭特舉行會談 這是布林肯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 第四次中東行中最受矚目的一戰 而在此次赴以色列前 美國國務院就大張旗鼓表示 布林肯此行的主要目的包括 與以方研究如何更好地保護巴勒斯坦平民 以及避免巴以衝突規模擴大等 布林肯也宣稱 將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施壓 要求其降低針對哈馬斯的軍事行動強度 以色列方面對美國的所謂施壓也並不買賬 據以色列時報報道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本格威爾 9號在社交平台上向布林肯喊話道 現在不是對哈馬斯輕聲細語的時候 而是使用大棒的時候 本輪巴以衝突以來 布林肯已先後四次訪問中東 兜售美國停火方案 但收效甚微 據俄羅斯衛星社10號報道 布林肯表示 他已收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給出的承諾 即不存在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 加沙地帶的計劃 美聯社指出 關於加沙的任何戰後計劃 都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支持 但內塔尼亞湖及其政府 對加沙的未來有自己的想法 而其他人很可能不會接受這些想法 此外 內塔尼亞湖仍然反對 用兩國方案解決巴以衝突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9號報道 多名美國官員透露 布林肯在此次中東之旅中 受到了中東領導人的警告 該地區的反美情緒正在增長 中東領導人對布林肯說 加沙不斷增加的平民死亡人數 加強了人民的憤怒 他不歡迎在佩羅斯坦雙方 他是一名伺服的內塔尼亞湖 和所有的罪犯 所發生在加沙 我們拒絕了所有的法律 美國的法律 所遭遇到任何要求 在加沙 他們是一名伺服的反對巴勒斯坦雙方 我們計劃 這次要求 提供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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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法律 在這時候 美國輿論指出 約束以色列推動巴以停火 本已困難重重 當下又要威懾反美武裝 防止衝突外溢 美國拜登政府 可謂壓力山大 特別是美國在本輪巴以衝突中 始終支持以色列 布林肯此次中東之行 恐難取得預期成果 nothing in the US's real policy actions beyond certain double speak that we see or tweets that are written by the teams of everybody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signal that there is any material pressure on Israel not just to protect civilians or to prevent this level of civilian death but also in fact to bring this war to any kind of conclusion reality i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leverage it is choosing not to use 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hipped 10,000 tons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srae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according to an Israeli Major General in an interview last month he made it very clear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o halt the flow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srael Israel would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this f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您认为美国的所谓施压 为什么会对以色列无效呢 巴以冲突制造了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 和更加分裂的美国 也给美国的外交政策 全球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甚至制造了陷阱 那么布林肯此行呢 试图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实际上是受到了来自全世界 对以色列批评的这个压力 以及美国国内由这个加沙问题 带来的这个政治的分裂 那么阶层的分裂 移民群体之间的这个分裂 那么布林肯必须要回应这些 来自内部外部的这个压力 所以呢 它象征性的对以色列那么施加压力 但这种施加压力又是无效的 那么因为以色列呢 它利用犹太人的网络 深度捆绑了美国的精英各界 特别是它的外交政策 安全政策 那么这使得呢 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施压呢 只能是做做样子 只能是释放信号 甚至获点稀泥 它改变不了 那么以色列对美国 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捆绑效应 它也改变不了 那么这个以色列 及其游说集团 利用各种方式 那么推动 确保 促使美国继续 那么实质性的支持和援助 那么以色列在加压地带的这个行动 那么问题的症结 最后就落到了 第一 美国的民主政治 能够做出什么样的 对自己国家利益 以及人类根本利益 清晰的坚定的政治决断 它整个国家利益 有没有独立于 那么这个犹太人网络的 这样一种理性的自觉跟行动能力 同时呢 其实最大的考验 落在了这个以色列身上 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越决绝 那么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有关的这个 军事行动 越残酷 人道跟人权的这个灾难 越深重 困境越多 于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 矛盾冲突 越多点爆发 那么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人的生存处境 安全环境就会越差 那么这其实是你行动的越坚决 越单向 越这个不回头 那么你自己长远的这个安全发展利益 那么越陷入困境 这是一个死结 那么这个结怎么解开呢 背后的这个心魔怎么样 然后这个驱散 那么我想呢 这是对犹太人智慧的终极考验 那么美以如何进行这个政策的这个协调 美国然后对以色列以及对自身的利益跟前途 怎么样思考 我想的话这个是这一场 那么加沙地带冲突 那么这个怠速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感谢您今天带来的解读 今天是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幹線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国TV 今天的海峡新幹線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再会